所以从我们昨天处理的Groom的记忆理解 这个部分 就是今天开始后面的两三天都是处理上面的部分 所以各位你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开始有一些应用 分析你的想法 分析你收集到的知识 然后开始有一些创造 射精一些新的做法新的行动 所以其实呢 我这写的不好应该比较无知诚识 这有点太过分了 不好意思我们AV型摩羯座的人讲话有时候比较直接 这还是回去修改一下 就是说我们一般新进的老师 对于就是那个领域知识还不是很熟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直接把那个课本的知识或直接把指引的东西直接拿来教 那这个就属于一般的认知层次 那等你后来慢慢的这个层次高为高了一点 你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之后 你就会去 开始去想说那我要 有一些教材教法进来 让他们学生可以真正 学到一些跨域的通用的能力 或者是一些跨域的素养 所以这时候你的知识就已经是广域连别的知了 那等你再高一点 目前大部分都只有在下面两个而已 所以等你再高一点 你会把这个知识跟技能部分去融会思考 就是像我们今天 如果你有练知识型的话 你就开始会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上课学到的东西怎么用于生活工作或是其他的地方 那你就会产生你的智慧 就会开始产生你的智慧 等到你 类似到我们 这种层级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任何事情的背后 都会有一些 你都会有一些想法 然后你可能或是说上天会有一些安排 你就会猜到他的想法跟安排可能会是什么 然后你会根据你的需求 去重新组合去创造这些 这些东西 所以会鼓励各位 就是慢慢的往上谈 那 你说 哦 哦好 我把分 我把那个分解 好 想要OK吗 好 好 那么所以 所以我们早上讲的这个知识行 那它是一个 一个思考的心法 所以以后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就要记得 不要只听人家讲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把它跟你自己的这个 关系导出 你才能知道要怎么去运用 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刚刚没有特别跟各位讲的 就是原则上呢 我们都要尽量正向去思考 所谓的正向思考是说 你怎么把这个事情 用在正面的层面上 就是即使那个是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你跌倒 那跌倒你要想什么 不是说很痛 怎么会这样 应该是想说 哎呦很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 因为我跌倒了 所以我很高兴 那为什么会跌倒很高兴 因为我学到什么事情 那个才是你要想 比如说前一阵子 我跟人家撞车 那个在路口跟人家撞车 我已经非常慢非常慢了 那个机车骑士还是 因为车子很多 他大概就没有看清楚 有车子要躲走 然后他还是往我这边撞过 虽然法律上我没有 没什么责任 而且保险公司有 全部都有礼品 那所以我就会知道说 在撞的那一个当下 我当时也是愣了一下 但是我其实没有心里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已经早先 我就知道会有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保险就会保得很周全 那保得很周全的情况下 就是对方来撞我们 理论上我们这边保险公司都会固定 而且他没有什么人声 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一般人撞车 他会是下车就开始脸臭臭 他开始吵架 对不对 你那要搞老 但是我们那天打开门 我是笑笑的 过去看看他有没有事 看你有没有事我就关心他 我会帮你叫救护车送医 你不用担心 所有的问题我们保险都会固定 所以反而奇怪 撞车的人那么开心 因为你就过了车关那一关 所以你会去想一些事 然后顺便你会学集到说 原来像这种前面红灯了 那车子开始慢慢下来的时候 那因为摩托车在车阵里面穿梭的时候 他会有死角 他会有四线死角 所以即使我们已经顾得在 我们已经自己觉得很周全了 但是还是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我们就回来 就知道回来要叮嚀而强 你看我还把那个影片 放给他们看 我已经这么小心 还是会出事 所以你们以后骑车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尤其是在那种红绿灯 刚变红灯 车阵准备慢慢下来的停的时候 这时候有车子会钻 钻那个车阵 那时候更危险 所以我就会借着这件 即使它是一个不好 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事 但是我们都要去想说 它让我有什么收获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那也是你人生态度 如果你都是保持着这种态度 去看任何事情 即使你的长官再怎么为难你 你都会知道说 我就是那个地方可能没有做好 那我如果可以把它做好 就会更完美 你就会保持这种心态 去接受任何的变化 你的人生就会非常的正向 而且非常容易成功 因为你的长官看到你 我即使再给你怎么出难题 你都有办法解决 也不会有那个不爽的敌对的心情 所以这个人足堪大用 所以我如果是校长 我说明年你就当前面来 这太好用了 你不好用我还要用谁 然后你借着这些事情 你也自己能够获得新的成长 学到新的技能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特别要注意的是 你要把它尽量的正向之谎 或者即使是不好的事情 你也把它想好的那一方面 那坏的就是过去 你曾追溺 你就得多只能做一做 你也不能去改变既有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最后一定要行动 行动才会有成功的机会 有做有希望 没做什么都不要想 没做就不可能 那即使你失败了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待失败这一件事 你的人生一定会有很多失败 那失败在那些 企业家的眼里失败只不过是一个排除成功路上石头的一个动作 假设你要做这一件事要做成的 你可能有一千种失败的可能 那如果你今天失败了一次 你应该是很高兴 我已经排除了一种失败的可能 下次再做 我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因为我已经排除两种失败的可能 所以当你把所有失败的因子排除之后 那就一定会成功了 所以你应该用这种角度去看待那些失败这一件事 所以也许有时候会让人很气馁 但是你要知道你距离成功就是他那么一件事 所以你只要再努力一下 把这个错误再排除 成功就会越来越近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认知 那当你持续这样子去进行的时候 我讲一下我的感觉 前几天 因为前一阵子 我这三年都在协助联发科造课师的计划 我是里面的算是鼓导长 就是精神导师 所以每次董事长那边开头讲完了之后 他就是我接着开场 那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拜托我讲一些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当然就是一些 鼓励那些老师的事情 那每一年都会不一样 所以是Peggy要求我讲那个层次 就是本来要讲那个造课师的计划 因为他看很多科技老师上课会有一些迷惘 他就是他不知道要上什么 他不知道怎么上 他也不知道说这个科技领域到底有怎么上 所以他希望我们弄一个科技的地图 就比如说如果你要进来这个科技领域 你就可能必须知道说 我这个领域有哪些控制板 有哪些议题 有哪些设备 然后有哪些软体 然后有哪些课程的种类 然后有哪些上课的方法等等 他希望我们弄一个这样很长大的上课地图 有点像字典论老师需要就来翻一下 就能找到他要的东西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一般的老师除非你上很久 你对这个领域非常的熟悉 不然你没有办法准备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然后就是当人的脑袋一直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有时候呢你会就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不管是吃饭啊 甚至会开课的时候啊 就会有时候会凤出一些idea在你里面 这个是大脑的机制 那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突然灵光乍见 就会开始想到一些 这个角度不错 这个方法不错 这个内容很好 可以拿来这里用 所以当我们常常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会把它变成一个后退认机 放在你的脑袋里面随时做监控 随时做监控呢 当你遇到事情 你就会把这个方法拿出来用 所以我常常会有一个 类似心电改定的那种 就是你看那些 比如说 亚伯斯 马云他们都有一个禅修士 奇怪这些很有钱的人 很厉害的人 那个层次很高的人 他们都会有一个禅修士 那禅修士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拿来想事情 他们所谓的想事情就是法座 然后跟所谓的高纬连接 讲的很圈 其实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一段 就是你把心静下来 静下来之后呢 你的大脑就会开始 你可以去听一下那个 Solio与敬毕老师的表演讲 他会讲说人在快要睡 进入冥想的那个阶段的脑壳 他脑袋里面会分明一种东西 去清洗大脑 把大脑那些废物给清洗掉 就是你那些平时胡思乱想 产生的一些废物 他会把它清掉 让你的大脑 大脑你命运一下 就重新再整理过 那在这个当下 很容易把一些 你平常讲的一些小技巧度 把它连贯起来 产生新的想法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创意 动出的情况 那所以因为大脑的动机制 所以才会有影响 这一件事很好用 那因为我个人 没有那么勇气 没有办法打造一个禅修士 所以我其实很多灵感都是在睡前 就是我将要入睡的时候 躺上床的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压力 比如说下准备就要点准备 然后那个内容都还没有完全想到 所以就开始有一点点压力 然后这时候呢 然后开始要入睡的那个当下 不是迷流之际 我以前都讲迷流之际 可是迷流之际好像快要死 就是那个开始要昏迷的睡着的那个状态 就会突然你知道吗 很多以前的想法就会全部都连起来 然后一直动出来 一直动出来 所以为什么特斯拉认识 为什么以前那个年代 他就可以突然想到交流电的变压性 那种奇怪的想法 那个年代怎么可能会产生 其实也不是上帝告诉他 其实就是因为刚刚那些经济 他平常就有在想这些事情 然后就突然哪一天 就突然灵感就全部都跑进 所以他就设定出了那个交流器的变压性 让人类的世界从此 可以使用这个交流电 大放光与的那种 然后 还有 那先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是 其实自从我 应该说三年前开始 开始把这个 我以前也是随便乱想的 我以前没有这个 但是三年前我知道自己 自己其实是这样的想 然后我把它总结出来之后 那我对这个脉络就非常的清楚 那非常的清楚之后呢 我就会习惯用这样来吸它 那就是蛮神奇的 就是刚刚我讲的事情 就都会发生 所以有时候我会 我虽然没有禅修法 但是我就会利用 那时候就开始 刚开始减痛咖啡 我就发现手中咖啡 那个从开始磨痘子 磨痘子的那一分钟 然后痘子放到那个浴杯 用水慢慢的在注入的那几分钟 十来分钟里面 我就发现我整个心是可以记下来 整个心就可以记下来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把它当作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仪式 所以有些人他开始要工作 或者他开始要学习的时候 他会习惯把所有的仙女探索 所以他会有某种仪式 那种仪式结束之后 他就能够真正进入他的心流状态 就会开始认真去学习或去思考或去工作 所以当然那个班决宫有可能是一种仪式 所以你要找到你自己的那种仪式 然后只要你平常多练这个仪式 日有所知还夜有所梦 有时候也会托梦告细 这时候也就是那个人家讲的很全本 我跟上帝沟通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道圣何故 日本的金银之神 他以前在 他在那个还没有电话的时代 他就说我看到 人人拿着一块玻璃 在上面跟人家讲电话 他用的其实叫做我看到 而不是他觉得可以 或者他发你或怎么样 他是用我看到的 因为那个感觉 就是我刚刚睡梦中 还没睡梦中那个感觉 就感觉像上帝在告诉你 那个东西一直进来 然后我跟你讲 如果那个当下 你不把它写起来 记下来 你整晚不能睡 就是这样你整晚没办法睡觉 因为他就是灵感 当你把它登陆在你的新制服的时候 你的脑袋的空间 工作暂停区可以立即获得 释放 立即获得释放之后呢 你的脑袋就全部又空了 海绵的水又通通没有了 这时候就可以重新再学习新的大量的知识 所以当你把你的想法 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登陆在新制服务之后 慢慢的浓缩 变成关键字节点放进去之后 你的大脑事实上就是有点太前面了 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突然收缩 太迷迷学到 他的收缩变成一个关键字 变成那个远远的中间的那个点 然后就收缩 点就不断面积 所以就空间全部又空出了 你就可以学下一个 再一个事情 循环往处 你就会变成很厉害的高熊 所以这个部分跟各位分享 不要觉得他很虚 我们 你如果这样子操作过情绪 用新制服务加知知行 他自己操作过情绪 你慢慢的就会有这种想法 如果到时候你真的有感觉 下来谢谢我们 就知道 所以重点是 重点是这样 脉络很简单 知知你要有 知道你的需求在哪里 才会获得那个动机 你有动机你才会想要去思考去学习 然后最后行动才会想去成功 其实我们的课纲 再告诉我们是这一点事 但是呢 客钢 客钢 客钢的主题 各位应该很熟悉 有没有人到现在还没有翻过客钢 那个客钢真正的纸本 我还没翻过 我都是看线杖板 线杖板 然后我也没有真的全部翻过 但是客钢打开来第一个设计 重生设计 所以不管你教什么 怎么教 最后都要达到这个计算 但是那个总钢出来之后啊 写总钢的人很高明 他其实已经知道了核心是这个东西 但是写总钢出来不能做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实施 因为他太高了 不知道怎么实施 所以会有另外一支教授 写客钢的系统 对不对 然后他会把那个 矢钢的系统定出来 比如说要有哪些 经历指标啊 然后再分到各年级应该要标什么 你会定出这种实力系统 但是哦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你那个系统一定出来之后 你看 你那个系统一定出来之后 如果你不了解总钢的人 或者是说 主导员去学校 开始宣导说啊 新的课钢要怎么做的时候 问题来了 当他东西定得太细 然后老师不是像我们这种 自己会思考的人 他就会被牵着鼻子走 所以呢 能力指标定了什么 然后哪一个年级上什么 我就会照着那个上 因为上官要简单 那个课程那个要简单 那你就照着那个做 做一做就会变成这样 告诉我 中间那个东西哪里去 所以很多核心就会不见 所以各位自己反省一下 你在学校教学 你在学校教学 你的课 你的课 会带上这个东西吗 你有讲中生学习的方法吗 你有讲中生学习的素养吗 如果有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老师 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 是不是 如果你去自己反省一下 或者你有空在走廊逛一逛的时候 看看别的老师上课 你身为主任 你身为主任 这是你任务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都被遗弃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核心思想 没有自己的知识型的想法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在这边 有一个真 就是如果很明白课纲 就是你有自己思考 你会去想这一件事 这是台湾的制度 我们的办法 那个教导 十年一大途 然后那个 为什么十年一大途 因为都是公务人体制 所以那些都是可能十年才修一次 所以它是这个世界各种经济合作组织 OECD提出一些世界人才需求的时候 然后各国就会开始修课纲 课纲 总纲定完之后定细则 细则定完之后呢 就会让辅导员去 就会先对辅导员做宣导 然后辅导员再去现场交给老师 各位你知道吗 每一个层次 像一步一步下来 每一个层次要花多久 快则一年 慢则两年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从课纲出来到现场开始深化 其实最快 以台湾这种制度来讲 应该六到八年跑不掉 六到八年跑不掉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总纲定的人的想法 我明明是要叫你让学生变成终身学习者 可是你这边就已经变成能力 你要达能力指标 这个已经是很明显地跟核心有差异 所以你看这每一层的想法都会跟那个实施的人是不同的 那所以就会有差异 你看跟辅导员宣导之后 辅导员的想法跟那个教授一模一样吗 不会 所以他就有差异 然后辅导员到学校宣导的时候 老师的成绩跟辅导员也不一样 两个讲法也是不一样 能力也不同 所以你看这样沉沉的差异下 结果到最后 都是老师都说 这个课纲根本没有诱 改了没有效 你看学生还不是不会改进 可是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抓住核心 没有抓住核心你怎么改 或者你不改 都是会失败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要认清现实 你要认清这个事实的话 如果你认清这个事情 然后你又有知识型的教学的能力 你就会自己去找课纲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核心 那我如果在上课的时候 我只要能够依循着 那个重要的课纲核心 我只要上课都有带到这些能力 带到这些素颜 哪怕你那些 就是你里面的课程的内容 你的content不管什么变化 我都有办法交到你的能力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在教运算师文 我教程式我也可以教运算师文 我教纪念整合我也可以教运算师文 我教新制图我也可以教运算师文 甚至像我去图书馆被他骗去 去那个图书馆去宣导运算师文 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是要带学生 他们有买运算师文相关的书 希望学生去借阅 所以我去那边上了一堂运算师文的课 本来如果是一般人会想说运算师文怎么教这种 这种又是家长又是孩子 你怎么样可以教得懂 他们是要写程式吗 其实根本没有 所以我们是讲了很生活化的运算师文 所以他在当场呢 你会看到很多的家长孩子 他就会知道说原来 比如说我在拆一台讲踏车 我要拆开那个轮子来修的话 他会有一定的步骤 你如果没有照那个一定的步骤来 你就拆不了那台讲踏车 原来这个一定的步骤就叫做运算师文 你看这样就把运算师文教了 所以就变成说你真的自己要有一个 你的核心思想你的知识 你要知道面对什么样的人要做什么样的努力 但是最后你就要带回你的核心 只要你有这样的能力呢 我相信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三年前我就开始讲 你看到现在变化如此剧烈 但是这个都没有 这个都直接都正确 所以我们在这种年代 AI变化那么快 你到底要教孩子什么 第一个 那种人的一辈子都不会变了 这种通知你一定要先教 这大原则你一辈子到老死都不会变了 这种一定要先教 那行有余力之外之后呢 你再教这个 能快速学习应用变化 这一个能力就是昨天我们整个快速学习的能力 因为世界的变化太快了 你今天在上课教的技能 甚至你给他的工具 小孩子将来出社会之后完全都消失不见了 所以如果他自己有能够像昨天一样 各位有那个快速能学习的能力 然后可以快速应用变化的能力 跟你自己会知识心思 我相信你不管社会怎么变 你应该都可以命运 而且你都是最早跨入那个领域的那种情况 最后就是想象创造力跟开创需求的能力 这个快速需求的能力是比较高一点 像讲的就是这样 它可以开创事 就是我们第三天会讲的那个黄金圈 你要有那个领导的能力 要有影响力 你就会有这个能力 那所以这个事情我想各位也要了解一下 所以在 今天因为今天是讲那个知识行 所以我讲一下简单的案例 为什么知识行很重要 除了在快速学习 跟自己人生的提醒 人生层次的提升方面很重要之外 其实如果你要把它拿来用在赚钱 很简单 我跟你讲真的 赚钱很容易 真的很简单 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正在公民 这种事情 如果做得太能力 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想赚钱这件事 等我退休再来休息 但是我提供你一个例子 各位都学过Canva Canva里面 它提供很多的版型 所以你知道这个工具的能力非常的强 那你要做这些图形化的东西很简单 然后向往中心有设备 有那个热转印 有UV的光速化的机器 所以当你有其实像这个是林志坚的时代 林志坚的论文案一出现的时候 各位我其实就 因为我的知识心已经弱很久 所以我的想法跑得很快 所以当那个事件一出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的写论文会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从那个时代开始 教授抓论文就抓得特别紧 因为你的论文都会被别人看 都会被别人放大紧 特别是在那个事件之后 所以我就想 糟糕了 那时候才在写个文而已 然后呢 然后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那台湾都是那种喜欢排队的 所以如果有那个议题出现 就是头热 所以那种影片的准月率都很高 然后呢 所以如果有相对应的商品 你如果拿去卖 一定会很壮 所以你看 坚持复制 很臭肢很臭 我就弄了一个这样T恤的榜 然后后面都是那个 换图啊换字而已 你知道吗 我做了一堆T恤 跟一堆手提袋 然后当然我没有拿去卖 因为我们的Canva的调法 老师的免费凡是不能做商业行李 所以我是在那几次的那个 远居课程里面不用送 你知道吗 功夫应群 大家不是要来听我的课 都是要来拿手提袋 真的销路非常的好 我印了五十个吧 都不够用 然后我还有印一些在杯子上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如果说今天我不是一个教师的朋友 我把它拿去夜市卖 都在那个风头上 坚持成长 坚持创作 持续有权 坚持什么 行政爱民 这些都绝对肯定赚的啦 你做钥匙圈做什么印在帽子上 绝对都至少可以赚一圈 所以你说赚钱简单 其实很简单 然后三年前 那个 研发台积电 台积电还300 200多块300多块的 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说 Intel的技术 赚不上台积电 差距很大 而且三五年内不能改变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在 免珠上面已经有偷运行 而且偷了很多次 说台积电可以买喔 会长很久喔 然后后来我们那个 老婆那边亲戚那个小黑 做工的 对他有买 他买的时候是500多 然后 然后我一直有在网络上 放这一段消息 因为我确实知道 那个三星的水准 Intel的水准差距很大 因为我们是科技领域的 这方面的消息 我非常清楚 那只是差在 因为我们家是自己都没有在 买这些投资的 都没有 我们的钱也没有这样的 投资的那个 那时候没有 所以我一直没有买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这个东西肯定很重 所以我一直叫人家推坑 叫人家买 你看到现在 即使三星那边不断的放话 我们这个多久就要量产 什么三耐银 就会超越台积电 即使Intel也一直这样放话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超越 到现在都没有超越 那他还会在 应该至少两年 还会再继续 那现在我不知道 因为地域那么高了 一千多 如果说以那个趋势来讲 但是股票有股票的操作 因为你一买高之后 会有那个大户来收割 这种自我没有办法预料 但是我是跟你讲说 你那个产业的趋势 台积电还会再继续好几年 绝对是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当你那个知识型 你让一段时间 你会对很多东西 会有敏感度 你的敏感度会非常的高 那所以现在对我来讲 真的要算钱这件事 其实真的没有很困难 不是要跟不要而已 联发科 对啊 联发科 因为它是设计IC的 我们有去联发科 基金会接触 我刚刚笑说 你基金会很小气 我们都来这里这么帮忙 也不用发个股票吗 他说 基金会说 我们跟联发科是玻璃的 基金会跟联发科本身是玻璃的 所以他们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剪掉 所以就不能成就 所以我当初去帮忙就错了 这个要剪掉 所以 那像这个 这个我在行销那一堂课 也会特别吸引 这个是我 就是给那个刚喝 精品咖啡的人的一些指引 你要怎么做冷炮 看你要怎么用紙充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用来讲黄金圈的 那因为我们没有买Glo的费用 所以我们这个都不能夹用 所以我们不会拿去做宣传 但是我是拿来做上课的 看例场景用 这个我们第三篇再讲 对第三篇 好 那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知识型这样很用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个我们下一个作业 好下一个作业要做什么呢 规划我的位置 好 那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贤民有什么度 这一句经典台词是什么讲 不知道 在周星词的定义里面出现 好像不是勾计 放弃 人如果没有梦想跟贤民有什么度 两个人 你一个人 如果你没有从小到大 你从来没有梦想 你从来没有想要做一件事的话 那你的这一辈子就会 抽抽 就会这样子过去 好 那人 其实不管你是谁 你出生到这个世界 你就是 到八九十岁 你都可以了不起到一百岁 你就是一定要成 好 你没有办法再留 对不对 好 所以 很多东西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眷恋它有什么用 我今天赚到一千两百万 那又怎么样 我死的时候 孩子就发不了 好 所以 所以 你应该会有一些 你想做的事 好 你想想 比如说 这个环游世界 我想干嘛 我想当一个 我想当一个什么东西 我想让 这个 台湾的小孩 学科技课都很快乐 在学校学习都很快乐 对不对 好 这个都是属于你的梦想 那你要定一个自己的目标 当你有目标 你才会有后续的规划 那有规划呢 你才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还可以体验自己的年生 反正我们终究是要回去 那在 那你来这事上走一遭 到底让 上去出个门 有点小处 好 如果你 你自己有想要体验的事 那你就要好好安排一下 对不对 所以这是重点 好 好